好,我们来看这个概念3 已知首相跟公差求前N相的和 那这个呢,反正就是求和嘛 记得求和就是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2 T形面积公式 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除以2 之前我们算的呢,其实最困难的都是高 现在呢,还有另外一种这个不一样的做法 不一样的类型的题目 有一个等差数列呢,首相是3 公差是4,求前10相的和 前10相,求到第10相 到底是多少 好咯,这个题目呢,首相是3 上底就是3,下底不知道 高呢,高已经告诉你说 它一共有前10相,高就是10 那下底怎么办 下底就是最后一相 就是第10相是多少 前面呢,我们学过 第10相的公式 A10等于首相加上几个公差呢 这边呢,老师再跟大家说明一下 A10等于A1加 加几个公差 首相不必加公差 所以是加9个公差 9个公差 那这时候呢,其实你也可以这样看 这个A10呢,等于 比如说A3加几D 你就可以把10-3 10-3就是7D 加7个D 可以这样子 公式可以这样子来做一个变化的来运用 那通常都是用这个A10等于A1加9D 那A10,我们现在就是要算的 A1是首相 公差是4 所以我们就知道呢 3加36等于39 最后一相39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等差集数的和 就利用T型面积公式 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就是10 再除以2 上底加下底 3加39是42 乘以10 再除以2 我们可以把它月分 所以算出来答案是21乘以10 210 210 这个题目呢 跟前面不一样的地方是 前面我们都在算高 现在要算下底 那这个下底呢 其实就是利用前面 这个等差数列的一个 求DN项的一个公式 就可以了 DN项的公式是这样 再写一遍给大家看一下 DN项就等于A1加N-1个D D10项 A10就等于A1加9D 那A10呢 如果它不是从第一项开始算 它是从第三项 A10等于A3加 你就把10跟3相减 10-3就是7D 就是这样子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